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实录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美国的疫情 截至2020年9月22号11点 全美确诊人数700万2784例 死亡20万3819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66563例 死亡424人 今天的确诊人数突飞猛涨又超过了6万 纽约州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569例 死亡5人 长岛纳苏郡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41例 死亡人数是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则消息 联合国大会今日开幕 视频峰会讨论疫情 22号来自法新社的消息 联合国大会今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首日大会将往年要安静冷清 各国领袖将通过视频峰会来处理全球疫情危机 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曼哈顿中城 这次不见了网见的热闹车队 预期也不会有突破性的会议 此前联合国已请求各国领袖发送预录的视频 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大会上播放 各国代表团可派出一名外交官戴口罩参加会议 东道组美国总统川普已放弃亲自出席大会 本次大会联合国在峰会之外同样以视频的方式进行 人将推行主题会议来处理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利比亚及黎巴嫩政治动荡等重大议题 但因为本次大会采取的是暂泻方式 各国领袖在演说中激烈交锋的机会将减少 联合国希望避免任何技术上的混乱场面 以要求世界领袖提前四天提交演说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的消息 川普将在本周末宣布大法官提名人选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18号是事后 尽管距离总统大选已经不到一个半月 但川普总统还是无视民主党人 希望由大选胜出者提名大法官 人执意在大选前提名新任大法官 昨天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时表示 正在仔细审查五名女性的资格 已和其中一位可能被提名人交谈 将在25号或26号公布大法官的提名人选 川普说 我只是在尽宪法规定的义务 希望提名后 参议院能够在11月3号总统大选前行使同意权 据报白宫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办公室 对相关提名人的讨论 现在逐渐集中在两名女法官身上 这两人分别是巴瑞特和拉格亚 川普本人也证实了这两人在他的中选名单之中 巴瑞特一直是保守派喜欢的法官 2018年川普提名大法官时 他曾告诉亲信他留着巴瑞特 准备填补金斯伯格的席位 拉格亚的西语义背景 以及来自摇摆州佛州 被认为是他的政治优势 而川普本人也曾直言 政治在本次提名的考虑中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昨天下午 他也向另一个战场州 密西根州表示友好 白宫官员证实 该州联邦上诉法庭法官拉森 也在川普的人选之内 川普也暗示 贝卡上诉法庭38岁的法官 鲁星也在他的中选名单上 此外 川普团队也在积极考虑 白宫副律师托德 昨天上午 川普对媒体坚称 填补金斯伯格病逝后留下的空缺 应该迅速进行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美国宣布 在联合国授权下 制裁伊朗和委内瑞拉总统 据法刑社报道 美国21号表示 在联合国授权下 对伊朗国防部和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洛实施制裁 并要求欧洲国家跟进 但美国所称的授权 遭到质疑 川普政府公布了 其所称的 受到联合国制裁的 27位人士和实体 但联合国表示 相关决定权不在美国 川普发表声明说 美国现在已恢复 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 我今天的行动 向伊朗政权以及国际社会中 拒绝对抗伊朗者 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川普政府宣称 正在执行伊朗触犯的 联合国武器禁运规定 而伊朗触犯的具体行为 包括攻击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 美国同时也在设法推翻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因为马杜洛正在争取和伊朗 进行石油产业上的合作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以再次依据川普下达的行政命令 制裁马杜洛 而这道命令是根据联合国决议 在此国务院指的是伊朗和马杜洛之间的军火交易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腾讯公告 美国用户可能可继续使用微信 但服务质量可能会受影响 针对微信被美国商务部要求下架 又被北加州联邦法官临时阻止 腾讯公司20号发布公告 美国现有微信用户可能可继续使用 将继续磋商 腾讯公告说 美国商务部于2020年9月17号发布 被禁止交易识别 为执行第13943号行政命令 以及应对微信跟信息通信技术 及服务供应链有关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威胁 并于2020年9月20号生效 对此腾讯表示 本公司理解被禁止交易识别下的禁止生效后 第一 美国现有的微信用户 可能可继续使用微信进行交流 第二 微信应用程序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 而目前在美国的用户 持续更新微信应用程序 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第三 通过微信应用程序提供的服务质量 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对此 该公司正在进一步评估 腾讯说 该公司一直并将继续与美国政府及美国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 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川普扬言扣发纽约西雅图和波特兰的联邦拨款 川普政府21号宣布 纽约西雅图和波特兰这三个城市的市政府放任混乱 扬言将针对暴力扣发联邦援助款项 有人认为这是川普试图在推升他的法制形象 有利于他在11月大选中赢得连任 此前川普要求司法部点名放任混乱暴力 以及破坏美国城市的市政府 近几个月来 全美反种族歧视示威遍地开花 抗议警察不成比例的伤害黑人民中 而在昨天 司法部指控纽约 波特兰和西雅图市政府 未能控制当地民众 导致这三个城市的枪击 抗议和抢劫事件增加 然而 司法部却没有点名 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 这两个州内几个城市的暴力问题 有人认为 因为这两个州在今年的大选中 处于关键性的重要位置 因此而没被点名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 斥责联邦政府 指这种做法是总统川普的另一场心计 他说 川普扣住我们的资金 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美国家庭财富激增 但贫富差距增大 美国联准会21号公布 美国家庭第二季度 资产净值为119兆美元 比第一季度增加了7.6兆 增幅达6.8% 刷新了去年第四季度创下的旧记录 如今随着股市价位比第二季度底要高 以及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 家庭净值肯定将随着升高 但贫穷差距也将更加恶化 相对于家庭财富的增加 美国上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降幅达到70年来最大幅度 尽管GDP在第三季度可能出现大幅回升 但可能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准 联准会的预测显示 美国经济要到明年下半年才会完全复苏 根据家庭财富和经济表现的现状来看 贫穷族群很多人都是本次疫情中的失业者 所受到的伤害程度较大 而较富裕的美国人 所受的损害则相对较小 显然这样的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纽约市某中学网课124名学生一起上课 因家长担忧 近日在纽约市有家长投诉反应 指部分学校的网课人数竟然超过100人 据纽约邮报报道 有一个叫班级规模很重要的教育组织执行总监 哈姆森指出 在上西城的一所中学 竟然在一堂网课中有124名学生 他称这完全不合情理 孩子根本无法和老师建立关系 也没有足够的互动来进行适当的教育 在西109街的一所学校 6到8年级的学生 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家里 都被安排在全年级所有学生同时上网课 7年级家长罗舍表示 整个年级的学生都在同一个谷歌会议中上课 大家只是一起看着老师讲课 他指出 每个班级只有一名普通科目教师 和一名特殊教育的老师 包括7节40分钟的无间断课程 从上午8点20分 直到下午的1点49分 连午餐也要边上边吃 他担心自己11岁的孩子 是否能够获得老师足够的关注 如果你没有举手发问 就会被人遗忘 而且20分钟内没有完成的课堂练习 就会变成每天的家庭作业 海姆森表示 市教育局和教师工会之间的一项协议 已经为事件敲响了警钟 协议中允许网课班级规模 扩大到小学64人 高中68人 与此同时 纽约市教育局要求学校 为面授课和网课 安排不同的老师来负责 以适合两者之间的进度差异 虽然市长和教育总监 已承诺为学校增加4500位老师 但校长工会认为 当局的要求 会使教师人手的需求倍增 目前全市需要增加1万名老师 对于这个消息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学区的一些教学情况 本来我对我们两个孩子 在上网课过程中 出现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还有不少的意见 但是呢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觉得我们学区 目前已经做的还不错了 本来开学之前 我们家两个孩子呢 是去学校上课 但是上了一个星期之后 由于老二呢 长时间戴口罩 脸上有点过敏 所以呢 我们就转成了网课 目前老大是小学4年级 一个班级是25人 老二是1年级 一个班级是22人 而且他们学校 上网课和课堂教学的老师呢 都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 返校上课的学生 和上网课的学生 在教学方式和时间的安排上 都是各自独立的 尽管在基础安排方面 我觉得相比之下 比较得当 但是呢 对于教学中的细节来讲 网络教学和面授教学 真的是没法比 最明显的一个差别 就是网络教学的互动性极差 基本上都是老师在讲 学生在听 这种情况比较多 而学生和老师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跟课堂中的面授教学相比 大打成口 当然了 在这个特殊的疫情期间 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太高 学区呢 也都是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 临时增召了一些老师 来应对这样的复杂的局面 所以作为家长呢 我们也就表示理解 当然了 在疫情的严峻考验之下 能够保持相对较高的教学质量 我觉得长岛这边呢 是跟他很多的学区 本身的教学质量就比较高 教育经费的投入 相对来说比较充足 跟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城市 所有学区的孩子 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排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 世界一分一秒不肯停止 我再一字一句 斟酌那些文字 流光一阵一阵 笑总及时 我依然一天一天 埋头现实 日子年复一年 二亿三世 跳步越来越中 肩上拖着日子 生活越来越难 想要停止 我依然每天 每天都写我的诗 青春黄昏年 复一年 岁月在沉淀 我的身边 早已堆满 泛黄的相片 只为缘分 不该错过的 那些旧时间 我一直坚持 一直写 是为失去的极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